其實生物活著就需要跟外界有一些物質交換 然後從外界得到一些能量 那但是在這個物質交換跟得到能量的過程當中 常常都是需要消耗到氧的 那產生代謝的氧化碳也是要排出體外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是一個數學或邏輯的概念 這是一個比表面劑的概念 那如果說我自己是單細胞 那麼我每一個細胞都是類似一個 快材當中的表面分子 對不對 這個表面原子 Sorry 我就可以直接跟外界做反應 我就可以直接跟外界做物質交換 但是當細胞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有時候擴散進去 或裡面的廢物要出來就會比較慢 所以細胞不可能太大 大到一個程度要細胞分裂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我只是一個概念跟說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到動物了 動物是多細胞生物 那如果我的構造很單純 大家都是在表面 不管外面裡面 但是我們只要是在表面 可以接觸到外界的表面 那我也就直接跟外界物質交換就好 對不對 可是生物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複雜 所以它複雜到有很多的內部細胞 它沒有辦法直接跟外界接觸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要想辦法從外界獲得 然後再送給它 那送給它的問題好解決 因為協議循環系統幫我們達到 我們是不是說 它是一個城市裡面完善的交通網路 對不對 它是個宅配系統 它可以幫你配送到家 那但是你得有東西給它配送啊 所以你要怎麼辦 所以你就要創一個交易平台 對不對 在這個平台 你就每和他們相遇 每和誰相遇 就是外界的雅 跟我們內部的財配系統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平台 就需要出來 那我們這個平台呢 因為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好通路 把這個東西引到裡面 讓他們在平台相遇 所以這個平台 這個管路就是無欺系統的概念 這樣OK 好 那當然啦 為什麼要一個管路把它送進去 因為我們平常 並不想把肺翻出來 對不對 因為把肺翻出來有點噁心 因為還要收回去 對啊 所以其實有一些生物就懶得收回去 它就直接一直在外面 它就會塞會漏在外面 好 那大部分的生物似乎不是這樣 對不對 它可能在身體的 不會看內部 例如說魚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塞蓋稍微翻開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塞了 那我們的話 更害羞 我們塞在比較裡面 也翻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需要一個通道引入 那當然這樣子已經帶到呼吸系統 可是我們還沒 我們不急 當生物需要這個氧氣的時候 那構造單純的生物呢 它其實就是直接跟外界做這個氣體交換 那當然啦 我以前就會直接說這個是過散 但是講來要跟大家解釋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 像我們有創一個交易平台叫做肺脹 可是呢我們在肺脹 進行物質交換的時候 進行二氧化蛋跟氧的交換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也還是靠擴散 對不對 然後只是說有創一個平台 然後它有大的表面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直接呼吸 它就是構造單純的生物 那我們剛剛上一節不是開玩笑說 什麼時候會唸疾疾 其實我剛剛是故意再唸一次 讓你熟悉 我們最常講的這十大類生物 還記得嗎 原海腔別線花然結疾疾 對不對 你們新時代的青年 是不是叫原海四邊緣 原海緣結疾疾 是不是 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於一些生物來說 如果你是單細胞生物類 你是原生生物類 特別是我們現在講動物 原生動物類 那當然它現在已經不在動物界了 可是我們還是把它翻過來 那它當然就是孤家寡人一個細胞 對不對 一人寶全家寶 因為它是單細胞生物 是不是 所以它也不需要招惡別的 那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 我們已經講好多次了 我們今天幾個都很類似 海綿 海綿 我們是不是說這個海綿 它當然是屬於動物 但是它的構造很單水 它每個細胞幾乎可以直接跟外界 不管是一些養分的獲得 或者是廢物的排除 氧氣的也是一樣 所以它就是直接跟外面 然後接下來的話 有一個比較麻煩 那有的版本把它放在上面 有的版本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不如下下的才是 這個海綿 這個是這個 這個 槍 當然我們是不是說了 你們是世時代的青年 它已經不是槍了 它是什麼 它是刺 刺刺 然後動物還記得嗎 就是 好 所以它們的話就是直接呼吸 它就直接跟外界進行物質交換 直接跟外界進行氧 跟氧化碳的擴散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 那我們剛剛就是說 當細胞 生物體大到一個程度 細胞的數量多到一個程度之後 那它光擴散就不夠 無法支援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需要什麼 就需要創一個這個平台 對不對 或者你可以說 這個大家如果都種在這個農田旁邊 那你都可以直接跟農夫 買農作物 然後呢跟另外一類農夫 買肉 這是不是都算農 對不對 然後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要有團產運行 對不對 就會有一些商人企業家在中間 所以直接就是直接呼吸 直接跟環境披迫 但是呢 有一些的話 就需要有一個交易平台 對不對 就需要一個交易 所以呢 這種間接呼吸 或者因為我們的課本這樣子寫 我以前不是寫間接呼吸 我們以前就是強調它會有一個什麼 它就要創一個 我剛剛講的一個交易的平台 我們就把這個稱為呼吸器官 然後就把它稱為呼吸器官 那這個呼吸器官的話呢 它看看狀況 看看種類 有一些就是在外面 但是有一些是在體內 例如說我們的肺 我們剛剛講過的 所以我們就不是只有呼吸器官 我們需要有呼吸道 幫我們把氣從外界引入 然後在品牌的地方 讓他們去匯合 誰跟誰 外界的氣跟我們內部的血 讓他們去匯合 對不對 然後呢 就因為濃度差它就會擴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除了呼吸器官之外 我們就還要呼吸道 我們就要呼吸道 那這個等候 呼吸器官再加上呼吸道 就是呼吸器官的概念 我們到後面做個交易 大家怎麼會把 就在鼻咽喉氣管 吃氣管 小吃氣管 接下來就進到肺了 是不是 那大家有聽說嗎 感冒一個比較嚴肅的說法 就是屬於上呼吸道感染 為什麼是上呼吸道 那你會不會好奇 有沒有下呼吸道感染 那如果下呼吸道感染 指的是什麼 看不要看快點 沒有那麼快 你們好兇 那麼快就倒肺了 沒有啦 下呼吸道感染就是氣管嘛 對不對 然後氣管嚴肺炎 那當然就嚴重 就嚴重 所以你有聽過什麼感冒 沒主意好 然後被肺炎 當然這個不多啦 但是有人用氣管就會講 呼吸道再加上呼吸器官 那它就是個呼吸系統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呼吸 所以經濟呼吸的話呢 它其實就簡單來說 就是有很多的呼吸器官需要介紹 單細胞跟小型的多細胞生物 例如說變形蟲 水籍蟲 那它的氣體交換 不需要特殊的構造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有沒有說 我剛剛有沒有說 下一個 下一個有一點點曖昧 或有一點點模糊 因為生物是慢慢變的 我們很難切分 等一下我就會講 原海腔下一個是什麼 扁嘛對不對 蜗蟲那一類的啊 有人會把蜗蟲放在直接呼吸 有人會把蜗蟲放在間接 體積較大的動物 如蜗蟲 蜗蟲上主 你聽到這邊會覺得很奇怪 體積較大的動物 你以為它要舉什麼 恐龍啊 還是什麼 抹香精啊 有沒有 全身覺得擱脊脫上來 然後你再不然寫一個 貓果豬牛羊嘛 對不對 馬牛羊肌全食嘛 這怎麼會寫蜗蟲跟蜗蟲呢 蜗蟲你覺得是大的嗎 你就竟然是 對不對 真不可思議 表示大部分程度 光靠擴散就已經不行 蜗蟲聽說全世界最大的 你聽數字就好了 不要自己轉成畫面 好不好 你是幹什麼 為什麼一兩公尺 會讓你有噁心的感情 你的身高也是一兩公尺 幹嘛 不要再說了 台灣沒有啦 台灣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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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的距離 在我們把那些 彩線的講完以前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好 你說我們的呼吸 不能夠直接 我要創一個平台 那麼這個平台 要符哪些條件 是不是 你要有什麼德性 才有資格成為一個呼吸器官 哪些特徵 第一個要有大的表面積 對不對 大的表面積 因為你大的表面積才可以有 因為它真正直接在交換號擴散 擴散還沒有效率 所以你有大的表面積 就可以達到好的機體交換量 濕潤的表面 豐富的為一些觀光 就是這三個特徵 我們再重說一次 我們大部分講 身為呼吸器官 要符合哪些特徵 就是大的表面積 濕潤的表面 綿密的 或者可能用豐富的為一些觀光 那大的表面 我們剛剛說過了 你才能夠藉由大的表面 它擴散的效率很差 可是我只要表面夠大 我還是可以得到一個 可以滿意又接受的換氣量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濕潤 因為養藥融於水之後才好動 是不是 所以要濕潤 要濕潤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那我們也跟大家說了 它只是創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是要來幹什麼 用來媒合 媒合誰 媒合外界跟媒合我們內部 內部的代表是誰 就是血液 對不對 所以這附近就要有發達的 綿密的 豐富的為一些觀光 這樣OK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種類 那一開始的種類最簡單 其實它根本也沒有要 特化一個呼吸器官出來 我用我自己的體儀表就好 這個看起來跟這個很像 這個其實是不是也是靠體儀表 就是直接 但是它們的重點是在於 我的細胞 我雖然說身體看起來 像槍牙鬥我們以水母為例 因為槍牙鬥最大的是水母 你不要講橡霧 像我一隻長會很大沒有錯 其實每一隻橡霧 從頭小小的而已 大家知道 只是長在一起 然後又把一生看穿在 然後霧 它就會變成這個造膠橡霧 就會造出橡蟲膠來 我們不要管那個 我們講一隻 就是水母 那水母你看它可能很大 可是它大概就是兩層三層細胞構成而已 然後它身體外面或裡面 其實也都很容易接觸到海水 所以我們就是說 它每一個細胞都可以直接 跟外界進行氣質交換 那但是有一些細胞的話就沒有 它靠的是什麼 我剛剛就說 這整個概念跟動物到底要保在哪邊 都很那種很柴線的感覺 所以呼吸器官就是我剛剛說的 課本沒寫 就是呼吸器官一號 對不對 最簡單的呼吸器官是什麼 就是體表 或者我們更簡單的會說 這類的細胞 這類的生物就是用皮膚呼吸 有沒有聽過蚯蚓是用皮膚呼吸 有聽過 所以其實也就是體表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說 它叫做用皮膚呼吸 好 那我問你 那這個不也是算是用皮膚呼吸嗎 對啦 那你要看體表的概念是什麼 我剛剛講 它其實是每一個細胞都在外界 每個細胞都直接 那我們特別要把它寫到這邊 說它用體表用皮膚呼吸 跟這個概念很像 那它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它是每一個細胞都 跟外界直接呼吸 直接氣體交換 但是呢 這個以蚯蚓為例 它的皮膚就符合了大絲 豐富的微血管管 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習慣 我剛剛講什麼大的短片肌 你如果覺得很麻煩 你可以寫幾個簡單的形容詞就好 例如說薄大絲血 他知道我可以講什麼嗎 你如果喜歡你就這樣寫 就薄大絲血嘛 薄知道嗎 就是薄嘛 大你知道嗎 就是大絲 不想在那裡 濕你知道嗎 就是濕嘛 血你知道嗎 不是會有血 就是有微血管管 就是這樣OK 佛大絲血 隨便你要怎麼說 好 所以對它來說的話 我只是我的皮膚 剛好就符合這個特徵 對不對 來我問你 我的皮膚就符合大這個特徵 請問我會是什麼形狀 應該很好猜 來這是數學的概念 單位體積的表面積大 你知道單位體積表面積最小 是哪一種形狀 是圓形或球形嗎 是不是 所以表面張力才會把水出 它這個球狀 是嗎 還是不是 糟糕不要講自己的東西 還被錄起來 我看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們能夠用體表 就表示它的體表就符合大的表面積 表示它不會是圓的很球啊 不會 方的啊 不會 它是什麼形狀 細細長長 這樣懂嗎 細細長長 或者是扁扁長長 這一類的話才會有很大的表面積 我問你喔 假設你要買一顆巧克力 它外面有包裝 你把包裝拆掉 裡面才有巧克力可以吃 那它是這樣包一顆圓的 然後裡面都是巧克力 還是那種包細細長長 很長一條 你覺得哪一種 你可以吃到比較多的巧克力 如果稱重一樣重嗎 大家知道我會這樣說嗎 就是外面有殼 外面有殼 然後殼是不能吃的 你要把殼剝掉 其實我在講的就是買水果的概念 就是一樣重 你要買一顆大的 還是買很多顆小的 大家知道我會這樣說嗎 知道我會這樣說 你想想看喔 你如果是細細長長的 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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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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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正點也會一樣重 那你把殼剝掉以後裡面 巧克力就會一直吃像頭髮一樣 對不對 然後它很長還是只有一點點 大家懂的意思嗎 但是你如果是球狀 所以大家知道嗎 一個大的水果比較貴 兩個小的水果比較貴 所以遠的趕快回來 所以會用體表的生物 簡單來講 它就是比較細細長長的 所以我們來寫囉 所以你就會發現 圓海腔 我們剛剛都跟大家說 這有一個彩線 因為呢 我們是幫我放這裡製作 圓海腔接下來 是什麼生物物感染劑的問題 就是扁啊對不對 所以扁 我們的課本是直接舉例 扁 課本是把它放在這裡 它是會直接呼吸 對不對 但是呢 有人會覺得 扁其實已經有一點 是靠體表的感覺了 所以這邊有一點彩線 當然你也知道啦 生物眼鏡是慢慢的啦 而且我剛剛也沒有說 其實有時候靠體表 它其實沒有明顯的 它沒有明顯的這個 這個 它靠體表 它沒有明顯的呼吸器官 那當然 課本為什麼把它放在這邊 當然我也了解 我們剛剛不是說 它的重點是在於大失血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這個嗎 血是不是叫 綿密或發達的 威脅官網 或者是循環系統 那其實扁形動物沒有啊 它不是消化循環槍嗎 對不對 它哪有什麼 什麼複雜的什麼 對啊 所以你如果基於這個原則 它當然就會放在直接護士來 那但是有人就認為 它其實還是靠那個表面 然後能表面再擴散進去 給裡面的用 所以其實你看看 我有看過書放在下面 有書放在下面 好 你自己判斷 好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 然後圓海槍扁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線 那當然大家C時代青年 叫做圓 結果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生母是不是都細細長長的 但是同些面有分成圓圓的跟扁扁的 對吧 所以我們上次就說過了嘛 所以圓海槍扁 線然後接下來環 環節動物也就是球影 欸 糟糕 好像是不是已經掉到外面來了 我寫錯字了嗎 沒有 我把線寫得綠了嗎 好 聽到有人在講線而已 欸 糟糕我剛對 他到這邊會超線 超線就超越來 不管他 好 所以這些都是用底表 環 然後接下來的話 圓海槍扁線 環 軟 接下來你猜 什麼東西都會出來了 大家最熟悉的呼吸器官除了肺以外是什麼 肺就是塞 所以你會發現在陸地上大部分就會叫肺 當然有一些在地外了 然後在水裡面的大部分就會叫塞 所以重點是在於是流進哪些戒指 那塞的話通常他就要在水裡面 那水的浮力會幫助他比較能夠舒展 那塞的話就很多 因為大部分水生的都會是塞 都會是塞 所以我們就看到圓海槍扁線的環 接下來就軟 軟體動物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跳過結等一下會再說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就是 疾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 疾 疾 疾 因為疾我們其實有沒有發現 我們疾所動物裡面的脊椎動物還蠻熱鬧 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個也有那個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要講什麼 接下來我們就 欸我還可以換什麼次了 紅色藍色綠色都不清楚 就不見間諭光線 是不是很容易反光的樣子 好接下來的話呢就是 肺 欸我就是要閃開 然後接下來的話肺 欸肺大家知道要放什麼東西 肺基本上就是脊椎動物了 但我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們這邊都是動物門 所以脊是脊鎖動物門的意思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是講 裡面的脊椎動物啞門 因為它頭首跟猥瑣 就是那個文昌魚跟海槍 而且猥瑣聽講兵不好聽 所以其實要文昌魚跟海槍 因為它其實不多啦 我看在有一些地方 文昌魚為什麼會有人會抓來吃 文昌魚其實不是魚啦 因為魚是脊椎動物啦 但是它其實 它就是在水裡嘛 然後這樣一根就這樣 你就覺得是魚嗎 不然是什麼 對不對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這樣應該已經講完了 可是有沒有發現 我們挑過哪一個東西 脊椎動物 對脊椎動物對不對 然後像明星環軟脊 我們沒有結就馬上跟積極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結很特別 脊椎動物裡面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知道 脊椎動物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分成什麼 就是魚類 你要在寫嗎 還是不用 我猜接下來你們的手也不用寫 你如果想寫 你就擠後面花號 塞的話就是魚類 兩聲類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寫到兩聲類對不對 好那這邊就要聽 有沒有人知道兩聲類 它用哪一些地方幫忙呼吸 那你要看 我問的是它小時候 還是大時候 我沒有大時候的意思 小時候是不是靠腮 對吧 你看 哇 小時候還有腮 對不對 它長大了以後呢 靠肺 蛙蚊蚊蚊蚊蚊蚊裡面有肺 你如果夠厲害 你可以弄個吸管吹下去 它會長得像大哥的草莓一樣 你就有機會再說 好 那但是有沒有人知道 它其實肺呼吸的效果並不好 所以青蛙還要靠哪裡 幫它進行氣體交換 皮膚 對 所以它寫地板一陣脫 那你要寫嗎 你看你就寫 這寫就寫沒關係 就兩聲類 兩聲類的這個 幼蟲 我講幼蟲 幼蟲 幼蟲 它的幼蹄 或者我們稱為蝌蚊 就是用腮 但是兩聲類真的很麻煩 因為它是一個過渡的生命 它是從水要過渡到露 所以我們就把它講兩聲 對不對 那真正過渡成功的 真正分路成功的是爬 這大家都知道 那兩的話它過渡就 而且種類又很多 所以我們剛剛講 就用大家最熟悉的五尾木 就是這個青蛙跟蟲蟲來講 它是不是小時候是腮 後來變態以後 就變成肺還有皮膚 這樣OK 我不寫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 大家應該很熟了 那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兩聲類裡面有融原 融原有一些種類的話 它其實到成底之後還是靠腮 而且有一些種類 它腮還會翻出來 就直接在外面就露出來 就看到它這個 還有人 還有人有克蘇的品種 我不知道它們合不合法 就直接會在這個一些地方販售 然後還把它名字舉 你叫什麼八角金融 那是兩聲類 那另外的話 爬蟲類 鳥類 還有我們哺乳類 我們都都是肺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 好 那基本上這邊應該都OK了 但是有一個例外是哪個例外 節肢動物 節肢動物是種類跟數量 都最多的動物 你也可以說它的多樣性非常的高 那我們通常還是以昆蟲為例 因為你說說蜘蛛啊 為什麼它就不大一樣 但是那個全部講都講不完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 我想這邊來好了 我怕這邊太低 我們就以昆蟲為例 那它很特別喔 它竟然是靠這個 那你可能會想說 奇怪 他要寫幾言怎麼會寫靈智 就是 奇怪 我們剛剛有沒有跟大家說 我們也有氣管啊 對不對 我們的鼻咽喉氣管 知氣管 小知氣管 我們不是算在呼吸道裡面 我們現在寫的是呼吸器官耶 那它為什麼連這個都寫 你有沒有反光啊 我現在這邊都反光了 我只看得到極而已 有白字 那樣的感覺 好不管了 所以其實很怪喔 我們不是也有氣管嗎 那它們的氣管很厲害嗎 對 它們的氣管 你不要看血氣管 你就想像一根管子喔 你就不要想像就是一根 Q還是Pype 你不要想像就是一根管子 沒有喔 它其實就有點類似血管那種感覺 我講血管 你不會想像只有一根管子吧 它就會有一些 它也是一樣 它的氣管就會分支 就有點像血管一樣 因為它們的循環系統 是開放式循環 那它們自己知道 但我這樣講很怪啦 這是演化的結果 它們自己知道 它們的血液循環系統 效率很長 靠不住 有沒有 開車開一開 路斷掉 路的那怎麼辦 斷掉 路亂開嗎 亂開就OK啦 它就很生氣 對不對 我要氧氣 我要養分 亂開可恨 所以氧氣不能缺 養分有時候自己還蠢一點 氧氣要趕快送大 所以它就覺得 這個循環系統好像不可怕 那我自己來 它竟然就自己來 它的這個呼吸器官 竟然 呼吸系統 竟然會綿密的把氧 直接配送給 直接配送給這個細巴 所以這個非常特別 那有的版本就想要強調 它就像我們的血管一樣 是一個綿密完善又發達的網路 有的版本就會寫氣管系統 你看你要不要注意講一下 它講叫做氣管系統 因為它是很完善又發達的 它有入口叫做氣門 然後呢 有感覺上像這個POM在旁邊幫忙 那當然主要是肌肉收縮 可是它這個地方 有一點氣可以存在這兒 所以這就有一個 就ELSAC 就是有個氣囊 有氣囊在這一邊 更大的重點是 我剛才就說它跟血管一樣 所以血管有微血管 它竟然有微氣管 所以它的呼吸 直接配送給細胞 不假手循環系統 這樣OK喔 所以這是比較特別的一點 你記到嗎 有一個版本 它把統那個字略去 它寫氣管系 你覺得還好對不對 因為你是自然組的這個 氣管系是企業管理學系的意思 是神耶 為什麼會有氣管系 真奇怪 好啦沒關係啦 所以其實有氣管、氣管系、氣管系統 都有人寫 你願意就自己在上面補一下 第三項的話呢 這個主要是在水裡面 氣體交換的呼吸器管 當然我指的是 整個水會直接通過它的呼吸器管 你不要講 動物當中的這個起腳木跟金木 就是海洋哺乳動物 它在海裡面可是還是靠肺 這個大家知道 河馬在河水裡面 鱷魚在河水裡面 還是靠肺 這個大家也知道 在水裡面用塞呼吸 特稱為塞呼吸 大家要知道的一點 在水裡面呼吸 比在空氣當中呼吸辛苦多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對 第一個是到底有多少氧的概念 我之前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氧可以用排水機器法來收集 表示氧跟水的溶解度很低 對啊 那你叫那些塞呼吸的生物 清喝一看 是不是 你就說啊什麼 那我們是幹嘛這樣 就是哭得油開 就是因為你說 氧跟水幾乎不互融 所以你才可以排水的機器嘛 那它就是靠那個 幾乎不互融的一點點氧 就是這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覺得我們把氣抽進來再呼出去 吸進來再呼出去 比較簡單 還是把水打進來再打出去 打進來再打出去 哪一個比較簡單 打空氣簡單多啦 水比較重 黏濕度也比空氣好很多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們也很辛苦 他們也要讓水 所以呢就最好游泳 然後剛好有水流 那最好就把它打開水 就一直關進來 不然的話它就要一直游 不能停 在呼吸必須克服很多問題 是我們陸地上的生物 我們家人體會的 不過我剛才跟你說了兩個 第一個水的黏濕度比較大 推起來比較累 第二個溶解度差太多了 水裡面的氧真的很少 所以他們很辛苦 當然你也可以說 還好它的代謝率不高 對不對 那你說不會啊 靜紋代謝率滿高 靜紋是用廢物鞋 那你不說過 對不對 所以其實也還好啦 啊 我們來看